為什麼可以贏得比較輕鬆 就是Tucker只在兩分 就是在中線在守他上面 基本上只要Tucker要上 中線就上 Tucker下 中線就下 我們可以看到富邦的步陣 還是由張宗憲去守Tucker 你去看到張宗憲對他的一步一驅 完全是不協防 你看這個球好不容易 這個球可能稍微受到一些干擾 沒有享受 Tucker打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分 在底線的跳投 短 Tucker老師再度回來 張宗憲也是專門針對他的 對 Tucker一回來 整個勇士隊的陣容馬上調整 張宗憲馬上就先上來 專職去伺候這個Tucker Tucker 左邊結果發生傳球失誤 林舒威操到 在人隊當中小球交進去給林孟雪 換防 張宗憲又回來 還是貼著他 所以張宗憲的價值不只在他的進攻端 他的防守你看 非常黏 給聯盟得分第二的球員帶來多大的壓力 好 那 Tucker老師剛才凡哥有提到 今天被對方嚴加看過他連出手機會都沒有 但是我真的沒想到上半場竟然只有兩次出手 然後沒有得到任何分數 對 這個球好不容易 殘除一個機會但是沒投進 哇 現在 Tucker 外線投射 上半場真的是繳了白卷到底了 對 Tucker 老師遇到富邦勇士就好像現在 也正在放寒假一樣 不用上課了 因為他已經消耗很多體力了 消耗很多體力 而且他接到球 他能夠出手的時間非常短 老師來上課 老師今天遇到這個張宗憲了 張宗憲真的他的這個身體對抗性 應該在本土封線裡面應該是最好的 對 所以這個Tucker 想要去利用一些對抗性的打法 遇到張宗憲也是不受效 103比78張宗憲 背後運球 左邊前五有 我為什麼可以贏得比較輕重 就是Tucker 只得兩分 就是在中憲在手他上面 基本上只要Tucker要上 中間就上 Tucker 下 中間就下 我想不只是我們球隊了 只有整個聯盟能夠守Tucker 最好的